春晚东方2019东方卫视春节晚会将在大年初一的晚上19点30分和全国的观众朋友见面 那究竟今年的东方春晚都会有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又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呢 我们马上为你提前揭晓 本次东方卫视春晚可是有着来自演艺界60多位歌手演员齐聚一堂 不仅有歌舞类的节目 也少不了相声小品种类齐全样式繁多包您满意 从东方卫视放出的春晚官宣海报上 布南一眼就瞧见了站在中间身穿紫衣的李古一老师 身穿白色长情的他端庄大方 这一次与之搭档的可是有着46岁年龄差的90后歌手霍尊 很感激有这样的缘分跟李奶奶一起演出 李奶奶也是算是看着我成长吧 也是看着我父母那一辈成长 这一次咱们算是祖孙三代 三代人然后同台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现年已64岁的歌坛长青树费玉清早已放出话 要在2019年开完歌唱就隐退 这次他的搭档将是心境流量相声演员张云磊 上海和各位朋友欢度佳节或者任何的庆典 我都觉得好像是回家的感觉 是 回家的人不仅仅是费玉清一个 梦之声的创始人周比畅也带着学员们回家来 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先会见到我了 因为跟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起 然后先给大家送去新春祝福 组团参加东方春晚的艺人可不少 这波韩雪 少文杰 廖昌勇就带来了新编曲四季歌 TF Voice则是带来了歌曲串烧 势必要一口气满足歌迷们的期待 有组团出道的就有单打独斗的 首次登上东方春晚的李玉春 为了契合节目组国风立体舞台的效果 从着装到选举都很中国风 这是我自己刚刚新发的单曲新物种 然后是比较的酷炫 比较唱跳这样的一种曲风 另外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我自己首次现场演唱 这次特意地在东方卫视的舞台上面 来呈现这样的一种非常有中国韵味的一首歌曲 东方春晚的播出时间定在了大年初一 而当天也有不少电影与观众见面 这些电影剧组也选择来到东方卫视给大家拜年 目前流浪地球已经进行了几轮适应 口碑反响可是相当不错 主创们经过现场亲身实拍后期看片之后 也是对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呢 我们拍的东西是真实有质感 我们这么些演员这些名字都会永远地载入史册 这个是让我觉得无比的光荣和自豪的 《飞驰人生》的团队虽然没有来全 但依旧派出了主力军 黄景瑜和银房 而两位年轻演员将带来一组颇具年代感的歌曲串烧 大年初一《飞驰人生》就上映了 希望大家都能来电影院多多支持我们 刘浩然也为自己三月初配音的动画电影《迅龙高手3》 展台宣传 《东方春晚》的舞台上不仅唱得好听 说得也不赖 宋小宝 娄一萧 范甜甜 共同演绎节假日期间醉酒待嫁那些事 小姑娘就不能当代价了 我力气大得很 我把它扛上来的 而看上去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 娄一萧和范甜甜 可是多年前在《爱情公寓4》 有过同框合作的缘分 时隔多年之后我们还拍了一个 就是这十几年前的那个 一模一样的那个照片 拍了一个同样位置的一个照片拍出来 就还蛮感人的感觉 歌手李玉刚 林一伦 则是搭档乔珊带来音乐混搭小品 今天有两位前辈 我们在一块演出 我心里比较有底 对 从小就听人家歌 小品演出笑料不断 前游甲冰寒雪芳芳分享温暖故事 后游拱汉林和赛飞等关爱孤寡老人 更有相声有心人的选手 再度聚齐 只为东方春晚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2月5号 东方卫视 19点30分春满东方 2019东方卫视春节晚会 本于新天帝独家采访报道 这边有点信息 我觉得我希望你进行 下来 下来